大家好,我是Dan 最近在韩国最火的综艺节目 在Neprits热播中的韩国综艺节目PGKRB 目前在NepritsTV show排行登上了一位 在美国排行也登上了二位等 获得了全世界网友们的人气 PGKRB也是我最近最喜欢看的节目 啊对了,之前球狗在直播中吃着炸鸡看的节目 也是PGKRB 所以我跟球狗喜欢看的节目都一样 前AOA新疾病即将回归 2020年因对友米娜指控霸凌而退出AOA 并宣布退出演艺圈的前AOA队长辛吉敏 即将要回归了 2月8号,经济公司公开了辛吉敏新专辑的概念照 正式宣布了在22号回归的消息 齐民,辛苦你了 真的可惜你的能力了,辛苦你了 能回归就表示已经克服了,太好了 余阿颖涉嫌非法用药被调查 根据韩国媒体报道 韩国警方质疑余阿颖试打ProProPro的频率过高 以违反毒品管制法对余阿颖展开了相关调查 并且限制了余阿颖的处境 对此,余阿颖的经济公司表示 余阿颖最近因为ProProPro的问题 正在接受警方调查 所有的调查都会积极配合 有问题的部分会积极慎变 很抱歉让大家担心了 公司也向媒体表示 余阿颖只有在体检或者是动小手势的时候才会使用而已 等确认之后再骂也不晚吧 本人都说会好好接受调查了 所以不要再说了 被限制出境的话不是小事 我喜欢的演员怎么都这样 从哈江五到余阿颖 NiPoon在机场背吃豆腐 NiPoon几位成员在海外机场通过安检的时候 探测机上明明就没有什么反应 机场职员却用双手触碰成员们的身体各处 要求成员拿下口罩还转头笑的影片 引起了部分网友们的争议 我们先来看一下影片 又不是检查护照 为什么要要求拿下口罩呢 就算探测机上能有反应 有时候也会双手这样检查 我也接受过很多次 不过都是通信职员检查 检查就算了 但是在机场这样围绕拍照的部分 真的太惊悚了 最近在很多论坛 因为网友上传的霸凌事外者爆料 帕不公的过去 受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这位网友表示 我跟帕不公在中学一年级的时候是同一班 我当时在班上被同学们公开排挤 但是跟帕不公坐在一起后 他成为了我唯一的朋友 我对当时的记忆记得非常清楚 在我们班唯一没有排挤我 唯一站在我这边的人 下雨天在商场前为我撑的那把伞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我还记得各自就读不一样的沟中后 有一天在路上偶遇的时候 你先向我打了招呼 我当时真的很感谢你还记得我 在你演员成功的时候 我是真心的为你高兴了 长得帅 人品也好 现在也有在持续的作善事 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人 果然是帕不公 永远是帕不公 男团TOMORO BY TWOGED 在美国BILBOD200专辑排行登上了一位 这是继旁摊双专带 Shop and Stay Kids Blackpink之后 第五个登上该榜单的KPOP组合 哇大发 恭喜你2x2 因为歌曲好 所以就以成绩证明了 TWICE小分队MISAMO7月26号出道 由TWICE成员Mina Sana 某某所组成的小分队MISAMO 将在7月26号于日本发表第一张专辑 正式展开日本活动 目前已公开了预告影片 而因为是TWICE出道8年 首次推出的小分队 所以就让日韩两国的粉丝们 都非常非常期待 哇超期待 太漂亮了 怎么三个人都这么漂亮 三个人唱的日剧OSD反应也爆发了 而且是在日本最有人气的成员小分队 所以反应应该会不得了吧 Thank you很帅 我很帅 啊 反应该会不得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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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